到樓下之後他有把我開門 然後他叫我送上去放在門外 他說他沒有拿到餐 他有跟客服聯絡 可是我完全沒有接到客服的電話 外送員完成訂單 但事後卻被客人投訴餐點 未送達 當天消費者6月18號凌晨1點多 點了150元的小火鍋 從蘆洲光華路取餐後 送到三重中正北路 但事後消費者投訴 還PO在群組公審 讓外送員傻眼 這是吃免錢的意思 只要外送員點說 餵食桌支付 後續我會刷卡回去 我會再給你消費之類的 不是只有三重區這邊 其實就我在社團上面聽到的 包含在新莊 包含在柏橋 其實都有類似的案件發生 這狀況並非個案 其他人也說遇過消費者 說自己在居家隔離 忘了改用信用卡付款 無法面交也不付現金 餐點放門口 下次信用卡刷回給公司 但其實這筆費用 外送平台會找外送員求償 有些消費者會在點餐的時候 去點選現金支付 但是會在司機抵達後 譬如說沒有現金 金錢不夠 或是可能隔離中 說沒辦法支付 平台不會有任何的插合的動作 會直接處理司機 這樣的客人比較是想要騙餐點 以及騙平台的點數 公會說這類疑似詐騙手法 兩大平台都有 近期在雙北市 每個月都有五到十件以上 消費者會說沒收到餐 或說被外送員多收錢 聽過有司機被平台扣了兩千多塊錢 對此外送平台回應 會再進行了解屬於個案 如果屬實也會協助外送員 採取法律途徑